各位兄弟姐妹,今天是上年纪第十二主日 今天福音是来自圣马斗第十章 耶稣叫我们不要害怕一些世间对我们有伤害的人 今天他们就是连接这个章节第十章 教祖的部分,讲一些世人 我不要怕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不可以伤害我们 而所有隐藏的,或者所有令到我们不安的事 其实不会是永远都成为秘密 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最后大家都会知道 不会说有一个秘密是永远永远藏了出来 就不会被人知道 今天所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为那么多的事担忧 反而我们要将天主的说话 在祈祷之中,天主给我们所听到的,去报告出来 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 你们要在光天发日之下,报告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说在很幽暗的地方 或者很多人会迫害我们 但是我们反而在暗中听到的,我们要报告出来 还有要无所忧虑地报告出来 耶稣也都将世事一些我们经常都见到的 还有我们都会习惯的一切做一些的比喻 例如在耶稣的时代,两只麻雀不是太贵了 是用一个很便宜的币值已经可以买到 麻雀很多,他们都很容易去一个地方聚居 而且也都不是很怕我们 也都有些人会用一些的网络去捉他们 那这种的麻雀呢 基本上我们来说的肉用价值就不是很大 也都应该不会太过好味 两只麻雀其实不算是什么 但是呢,有天主的照顾 但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 他们中,连一只也不会吊在地上 耶稣不是为用一些很珍贵的动物 来跟我们讲天国的珍贵 反而呢,他用一些很便宜的动物 来跟我们讲天父多么照顾我们 连这些这么微小的动物,天主也要照顾 我们又会怎样呢 另外呢,他又在讲我们的头发 我们一般的头发,我们都不会很担心 有条头发掉了,掉到地上 我们都不会太担心 但是原来呢,天父呢 将我们的头发都记录了 我们今天有多少条头发,天父都知道 昨天有多少条,掉了多少条,天父都知道 明天有多少条头发,天父都知道 所以呢,我们是珍贵的 连我们不去国杀的事,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事 天父都觉得重要 所以这里强调我们呢 不要怕人世间的重重的困扰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被许多麻将还贵重呢 当我们知道天父照顾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应该让一分一秒呢 那么随便让它流过 我们都应该要珍惜 我们每一分每一秒 也都要珍惜我们的宣讲 因为呢,暗中给你们所说的 可能这个暗中所说的 就是大道理 拯救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 那么我们不要随便地 将这些信息呢 好像忘记得一干二净 反而呢,不是就这样说出来 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出来 意思就是说呢 在很多人会听到的时间 在重要的时刻 生命重要的时刻 要说出来 以语所听到的 即是说 不是那么愿意 讲给很多人听 或者不是那么容易 讲得出去的 以语所听到的 本来以语所听到的 可能我们都会用 以语传递出去 但不是 要向屋顶上 张揚出去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不会说 特意走上屋顶 去说一些说话 我们最多都是 较为大声地 在我们身边的人 说一些说话 要在屋顶上面说 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是要愿意 站在高处 重要的地方 将我们耳朵所听到的 珍贵的说话 属于主的说话 要在屋顶上 全量出去 告诉其他人 我们是珍贵的 我们也要同父一起 犯在人面前 承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承认他 我们不要因为 种种似乎方便的原因 不敢承认自己是教友 我们应该勇敢承认 有时我们未必一定要口讲 有时我觉得 我们在地铁 或者等着巴士 或者走路的时候 拿起念珠 走 念 其实已经是一个见证 我很多时候 大家看到得难修理他们 他们两个两个一起走 亦都见到他们 很多时候 似乎就是念他们的玫瑰经 这个亦都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一个行动的见证 他不需要跟我们说 你要怎样做 你要怎样做 他自己的行动 已经是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可以在人面前 大胆承认我们是天主的子女 亦都大胆承认我们属于主耶稣 以及依靠主耶稣 犯在人面前 承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亦必承认他 但谁如果在人面前 否认我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亦必否认他 如果天主承认我们 我们多开心 但如果天主否认我们 不认我们 我们敲天国的门 如果那道门关了 不开 我们多伤心 因为我们努力宣讲 不要怕世人对我们所作的一切 反而我们要在天父面前 承认我们是天父的子女 去传扬福音 将天主的爱 天国的福乐 传给我们身边的人 愿天主荣寿赞美 阿们